这样子来看起是整体 你会觉得好像助理是穿一个短裙的感觉 不是啊 它是裤子来的 所以说穿了L 下围套才会有一种小A的那个裁件 所以说那么裤头方面 拉伸肯定是还有空间 并且它是后面整排Rubber Elastic 所以说趁我身上来L是不会有松的问题 所以说你们如果说 跟着助理的时尚下单这个款式 我建议你们带一种L size 只有一个色就是这个深蓝色 不会有选择困难的 我身上穿的是S 助理身上是穿着L size 它没有拉链没有链扣 就是后面这样子整整件裤头是这样子 Rubber Elastic 从前到后都是Rubber Elastic 后面口袋是Functional 前面口袋也是Functional 然后裤脚裤脚这边就是这样子的款式 后面就没有啊 后面是这样子Plan 长度有在那边啊 对啦 休闲非常适合 怎么配搭 你可以直接配搭 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件上以来配搭 有口袋啊 左右两侧口袋是Functional的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 这件下单M去 L需要穿L 它其实有点像裙子这样子 有点像裙子 对你合起来 它比较像裙子 其实它是裙子 对它是裙子来的 转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OK 整件裤头是Rubber Elastic的就对了 面料是有弹性的啊 这个牛仔面料是有弹性 只是它cutting香味会比较小 所以助理是需要穿L 只有一个色 不会有选择困难症 就是这个深蓝色 PP104 加钱是68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有去到XL 长度有在那一边啊 否则是想要穿短裤 可是又不敢穿 不能穿得太短的 这件非常适合 因为它的长度是 比起那些短裤 很多时候短裤是这样子的 OK你看 它就是添加了这个折啊 如果它没有这个折啊 它就是变成一个短裤这样子 那一款是它添加了这个折 所以它长度是有在那边 PP104 助理穿L 我是穿折M3 面料是有弹性 软身 可是软身的来 它是有那个立体感的 牛仔面料就对了 一个色而已 就是这个是蓝色 要的话都建议你们直接直播下单 价钱是68 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今晚的最后一个款 开始手指 一些 准备的